黄子涛行为背后的端倪,有多少人看懂了? Chapter 1 最近综艺节目创造101热播,除了小姐姐们真真假假的奋力判驳备受关注外,导师们不经意间的一言一行也成为了热门话题。 谈到这里,不得不提一路被黑的黄子涛,在节目中是一位非常严厉的导师。 从开播到现在,他的很多行为都引起了热议,在黑粉队伍逐渐壮大的同时,也有很多吃瓜群众直接被他圈粉。 第五期比赛,一位女生在接力过程中摔倒,而第一时间冲上去帮忙的只有两位女生,大多数都是耳不戒。 这件事情成为导火线点燃了黄子涛的愤怒,直接扔下台本在现场大发雷霆。 很多人吐槽黄子涛这种行为是没情商的表现,但也不代表他所说的毫无依据。 无论是从现场秩序,团队精神还是对工作人员的尊重,他都不留情面地指了出来,从现场来看绝对不是逢场作戏。 在同行的长辈眼中,黄子涛是一位有职业素养的艺人。 我们的法则剧组曾透露,和黄子涛合作的那段时间,经常凌晨四五点才结束拍摄,但他却没有提过一个类似。 对一位艺人来说,职业素养会在荧幕面前展露无遗。 那些女生未来都很有可能成为公众人物,却在所有工作人员举住摄像机对他们拍摄的时候,依旧肆无忌惮地喧哗,没有一个人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 黄子涛对此类行为的训斥,一是出于对工作最起码的尊重,二是给学员们传达一种负责任的职业态度。 如果在职场中,连最起码的工作态度都没有的话,最终面临的将是被淘汰的结果。 Chapter 2 去年我们公司同时招了两名实习生,除了小A的学历略高,其他方面都不相上下。 有一次出货盘点,我发现Low登记了一批货物,可那时他们都已经下班了。 虽然并不是特别注疾的事情,但我还是打电话把问题告知他们。 小A觉得问题不大,说第二天解决。 而小B立马返回公司,当晚把数据核对更新,还给我发了一份检讨。 当小A第二天上班得知事情已经处理完毕时,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谢谢,就没有下文了。 而正是因为这件事中小B负责任的态度,使他成为了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。 尽管小A时常散发著高学历的优越感,但在处理这件事上,他认为事情并不紧急,没必要大费周章地赶回来。 最终还是因为工作态度丢了这份工作。 在职场中,学校获得的所有奖状和风光历史只是敲门砖,工作态度和能力可以决定一切。 一旦走进职场,你就必须忘掉这些,记住自己是新人。 时刻保持谦逊的态度,待人友善,不懂就问,通过不断地学习提升自身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。 Chapter 3. 无论是明星,优本生,还是普通人,在职场面前,一律平等。 初入职场,可能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,但绝不应该拿你是新人做挡箭牌。 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完成任务,态度很重要。 当你面带笑容,死缠烂打地去请教问题时,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,前辈也不至于拒绝你。 即使真的拒绝,在前辈他们的心中也会默默给你一个做事认真的标签。 如果你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遇到问题拉不下脸去请教别人,那你就会被淘汰。 即便职场前辈,也是如此。 在这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代,不端正好态度,稍不留神就会被前浪拍死在沙滩上。 而这指的不仅是坚持学习,虚心请教的态度,还有待人处事的态度。 一个人靠不靠谱,很多时候,从态度就能看得出来。 我们不断前进,开拓新的视野,做新的创作,因为我们有好奇心,使好奇心不断将我们领向新的旅途。 抛去身份,抛去地位,抛去莫名的优越感,我们,只是一名普通的职场人士,态度将决定一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